寫文年和人民日兩個分別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記得11月5日 即11月6日就區議會投票 11月5日 即早上就去了 香港電堂 除了我還有一位 都很順暗級嘉賓 然後那個嘉賓 他一來到,我不說他叫什麼名字 大家去猜一下 就跟那個主持說 哎呀,你約到我,你真是幸運 我很忙 不知道這幾天人是要問我選舉 星期三就想都市行情 說70億 對人口對世界影響 然後說說說 然後我,哎,神經病 接著一開麥克風他就說 今年呢,他民主黨 就會大敗了 因為會被人民力量 戒掉他的票 我不知道這些是對什麼分析 因為你投票投得給民主黨 或者投得給人民力量 你不會投給民主黨 即是你人民力量是追擊民主黨的 你的票當然就不會投給民主黨 人不投票 或者投白票都是會投給民主黨的 這樣東西就可能 大家觀點不同 接著他就說 今年人民力量 泛民被人民力量和社民聯的追擊 就搞到他們就 即是周身喊 本身我要澄清 人民力量是追擊民主黨的民協 是真的 因為要票債票上的運動 但社民聯的投控目標 不是追擊民主黨的民協 所以你看到長毛是去打葉國謙 長毛不是去打何俊仁 即是很簡單的分別 即是這樣也分不出 我都說 即是發佈說 這麼低水平 香港的傳媒整天 找這個人去講選舉 講香港政治 不知道你猜不猜到是誰 不不不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即是蔡志強當然 就比他好 這個就是信脈功 就是大家 都明白了 即是那些水平 就去到哪裏 不過說明人民力量和社民聯大敗 其實 我有 即是 我完全是社運去的觀點 想說 即是社民聯和人民力量的分裂 是因為社民聯不想繼續阻止 魅力 即是魅力營的政黨 魅力營 即是不想一個個人的崇拜 即是他覺得 抑敏那一種是國人崇拜的 是吧 即是想講理念 想講社會民主主義 於是就 後來分裂了 因為這一批就比較 他認為就是國人崇拜一些 這一批就是我們講理念一些 我們因為認同我們 這個偏左的思想 而組成一齊 就要走一個理念型的政黨 為什麼 他議會都會大敗 我小心得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實體的 有一個魅力營 走到一個理念營 但沒有轉到一個實體營 什麼叫實體營的政黨呢 就是你將你的理念 可以化身下去 一些具體的政策 一些具體的社會 社區的運作 去宣傳給別人聽 即是你不會去到社區 跟那些阿婆說 那些老人怎麼說呢 我們社會民主主義 就說些什麼 那些人就第一 會嗆咀 第二 你跟街坊 街坊也不知道 因為剛剛沃琦也說 那些人翻臭 所以你怎樣可以運用到 例如你又學銀派蛇 蛇齋餅種 可能你沒有錢派 怎樣可以把這些活動 或者幫人量血壓 可以宣傳到你的理念呢 好像暫時 我見到社會民 就未做到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會仍然停留在 他只是頂招數桌 那麼暴力 就是平常人覺得他暴力 是因為他們就未可以把他的理念化身 都很實體 很具體 派閉的時候 怎樣宣傳 當然我 你自己想 你這麼大的黨 還有沒有被人看到 就算我投了你入區議會 我選了 融洛奇遇 繼續去區議會 選你做區議員 會跟文革聯合有什麼分別呢 會不會你又不怕蛇蛇餅種 但你選了去 你會在區議會有什麼推動出來 我選長坡 我知道他會在立法會抗爭 就是會選擇不穩 你會扔招 或者會罵下官員 但選了你們進去 區議會有什麼實體分別呢 你們社會民主主義 和你區議會做的事 甚至你立法會整體性做的事 有什麼關連 你有什麼做到出來 這樣是沒有的 甚至人民力量都是沒有的 只是說票債票償 我不會投給民主黨 但不代表我投給你的 你有什麼令到我會把票去投給你的 最多我不投給民主黨 有什麼吸引到我 如果你找你陳迷業 你有些個人未來 我投給你 你找一些 譬如一些年輕人 你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最終結論 就是誰做地區的服務很多 他會投給你 你好像是在美鄭屋村區 有民協的 有民建議 有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 那個人拿了六百多票 就是錢偉樂 為什麼 因為他在國區執任了差不多一年 做了一年的地區工作 所以才有這麼多票 而社民營的個別 都是 不是空降那批 是做地區那批 就是多少票 變成是他贈出這個困局 口港是我們支持的一種理念 口港是票制票償 但是落不到一些很細節 很實體 那些人感覺不到你 就是很虛無的票緣 這就是他們的東西 怎麼說 要繼續在這個方向發展 一個實體型的政黨 好像民建聯 就是一個很實體型的政黨 我們要和諧 要真誠愛香港 我們很實體 就是派一下利益 甚至是好 是支持他政府親親建制 那些人不明白你 那這樣是他們的成功之處 當然 不過我覺得 之前幾個月 就見到民建聯 很年輕的時事評論員 他沒有參選 他就很反對 就是香港 你繼續去制度去改革 要很民主 他說如果今天 有一人一票 誰說 一年起十萬個公屋 誰會贏 說誰派錢 每人派一萬元 誰就做特首 誰就會當選 就是表示香港人 在他心目中 香港人都是貪小便宜 或者貪錢 那你區議會上次哪個大勝 你沙田 你劉光華上次立法會有十萬幾票 新界西 譚耀宗有十萬幾票 是否代表那些人有貪小便宜 貪美食 蛇齋餅重 即區議會 他有人中文建聯 就說 不是我們因為我們的蛇齋餅重 而我們落實去做地區服務 幫人去換手袋 幫人排隊去拿一些應股證 就是小朋友放學 對小朋友放學 就是很細節的東西 就是當他推到民主的進程 他就說那些人會貪小便宜 政府派錢或者狂氣功勞 那些就贏 當人投了票 就說那些人不是貪小便宜 是我們的服務好 不是貪蛇齋餅種 這些是政棍來的 就是自打罪霸 這些就不值一提 也不值一投 可惜香港人為何會投政黨呢 因為本身可能利益 我覺得他熟眼 他真的有做地區事務 我感覺到他做事 即沒有你社會民營 人民要領抽象 甚至民主黨也是 他都是要靠做地區事務 你才可以拿票 甚至立法會都是 即你不是空港 即立法會就好一點 因為層面大一點 但你見到立法會演員 對於政綱很多都是說 香港地區事務 新大觀 新大觀就要些甚麼 就知道了 其實香港人 都是不好看地區事務 是你們一些政治領袖 暫時沒有一個 好眼光的實力 可以令到人 可以將一些 即將一些政治性的議題 化做全港性的議題 令到人 因為你政治性的議題 而投你一票 暫時是沒有 所以怎樣 因為有這種困局 香港這幾年 就多了些人出來 即社運 又或者示威 第一 就是覺得 同政者都是太地區化 太實務化 一些大理念 他不是不敢說 但要很深思熟慮 或者是看社會反應 他才出來說 例如最低工資 你看看民主黨的立場 你看看高鐵 起不起民主黨 一開始就支持 後來就反對 你都見到 所以見到一些人 就覺得這些比較 是嚴惑性 開始多人 就走出來 希望拿個改變 而且他們的一種好處 就帶動到 怎樣將制度上的缺陷 可以構成到 那些政策上的缺陷 例如就是 政府有很多東西 不起公屋 不起居屋 是怎樣構成 和制度上的缺陷 有什麼關係呢 例如曾蔭權 為什麼到現在才肯 復結居屋 之前五年不僅 是不是他看不到 房屋政策有問題 相信不是 而你曾蔭權 有什麼人支持你做特首先 老左 就好像當年他做特首 蔡屬育第一個 上來不客氣 就是在香港的 就是港英元業 就是老左派的 就是蔡經濟派 是不支持你 有什麼人去支持你 就要靠這些地產商 那如果你說你 你居居屋地產商 就是普通的